你傻呀 咱是国际航班 走了 喂 妈 我们到机场了 你放心吧 小瑞小 好 喜正 你先别进去了 他刚醒过来 还不清楚什么情况 别再刺激他了 行 那我在楼下等你吧 好 快去吧 梦里的走道好长好长 长得好像永远都走不完 我总是听见有人 在后边叫我的名字 有时候是姐姐 有时候是妈妈 我就找啊找啊 终于让我找着了 我一推开门 我就醒了 小瑞 小瑞 你怎么那么慢呢 都等你好半天了 爸爸 你姐姐呀 天天怕呢怕呢 就是怕着你醒过来 白天上班晚上还到医院 守着你 这一年多啊 为了你不知道哭了多少回 流了多少泪 这一年 辛苦了 二十六床家属 把病人送到检查室 我们要跟他做个身体检查了 好好好 马上就来 起正了 在外面呢 我没敢让他进来 你说小月经历了这次的事 是不是无路想开了 我看他对你啊 跟从前一样啊 是吗 是吗 来 来 好 叶队队队当家 好 谢谢你啊 队夫 来 安队 来 安队 这样啊 那起正哥怎么还不来看我 我想起来了 起正哥约我来着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是不是我 我去的路上出了车祸 那起正哥岂不是担心死了 你们有没有告诉他 我已经醒了 小月 先什么都别想了 我们先回房间休息啊 他刚刚醒过来 记忆还有一些更小的错乱 你们尽量不要去刺激他 要让他适应新的环境 你们也别担心 慢慢会好的 至于他的身体状况嘛 要等检查报告出来才能知道 这一点啊 请你们放心 你们也要尽量安抚他的情绪 好的 谢谢 谢谢 小月现在这个样子 她要是知道你和齐正在一起 是啊 刚才你说让我搬出去住啊 你看小月过一段时间 肯定会回来住吧 到时候让你临时搬出去 你去哪儿找房子呀 那要不然你就跟我一块儿出去住 不行 小月问我 姐 您为什么总不回来住啊 我怎么回答她 你就说你结婚了吗 她说姐 你跟谁结婚了 不是 那咒语 你老这么退 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齐正 非常时期嘛 等她好一点了 我再慢慢跟她解释好不好 我以后每天都去给你做好吃的 我给你洗衣服擦地板 谢谢 对不起啊 别跟我说对不起 不是说好了要一起面对的吗 好了 快吃饭吧 一会儿凉了 吃完饭我就去找房子 来 尝尝我做的鸡蛋怎么样 齐正哥 你来看我啦 你那什么表情啊 你看见我你就那么难受啊 你是谁啊 你不会连我也不记得了吧 完了完了完了 我 我叫林启聪 我们以前是同事 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我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记得了 不过你二哥怎么没来 你记得呀 你又耍我 你有意思没意思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二哥怎么没有跟你一块来啊 我二哥啊 他特别忙 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呢 让我来看看你 让你注意身体 而且也让我多陪陪你 再说了 要不是我天天陪你唠嗑 二哥 你能那么迅猛地醒过来 你少跟我转移话题 他是不是不敢来见我呀 我住院这段期间 他肯定在外边沾染了不少的花花草草 你怎么知道呀 我二哥还真就是这样的人 你说这样的男人你要了干嘛 你跟我得了 你怎么那么说你二哥啊 小心我去杠你的状 你死定了 不过他不来看我 我宁愿又昏过去 你敢 你要再昏过去我就变成翔龙骑士 我没事我就亲你 我天天亲你给你亲你醒过来 别动你怎么会亲啊 电话给我 干嘛 我要给你二哥打电话 召唤他来见我 没的 放车上了 也行 那你等我带句话 就跟他说让他来见我 我要给他一个大惊喜 快去呀 小没良心的 不给我电话 我自己去打公用电话 好嘞 好嘞 说 可以进来吗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看一个朋友 听说你醒了 就来看看你 不欢迎我啊 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做朋友呢 好歹我们是因为同一个人 被阿K甩了 谁被甩了呀 我跟启正哥 苏宇 我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 一丝一毫喜欢过你 而且从今晚开始 你已经让我觉得 开始讨厌你了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这么爱阿K 为了他这样可以去死 苏宇 我恨你 你请教我恨你 我促证你们两个 永远都不能在一起 你们两个的爱情 根本就只能下地狱 小玥 只可惜 你这一年的时间 都躺在床上 却给了你姐姐 跟阿K甩一个大好的机会 现在他们两个人 就要结婚了 阿K甩 你说你亏不亏啊 你骗我 病人的脑干 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还没有完全地恢复 使其他的下肢行动 受到了限制 现在还无法行走和活动 你们要帮助他 做好心理建设 他可能要长时间来做福建 大夫 如果他坚持做福建的话 是不是就有可能下地走路的 这样呢 也许有希望能够恢复行走 也许就这样终身地半身不随 小玥 小玥 小心 你别摔着脑子 这是干什么的 小玥 小心点 你干吗 我的腿怎么了 别伤着自己 我的腿怎么了 你踢着我 小玥 你刚才醒过来 这腿不灵活是正常的 医生说了 只要我们坚持锻炼 很快就能恢复的 一定能恢复的 不清 我咋废了 我 这不是我咋废了 没有 谁会要一个废人呢 我恢复他不要我了 医生说了 只要你坚持做部件 是可以下地走路的 你走开 都是你 你怎么不让我 干脆死了算了 你干吗要救我呀 小玥 别胡子乱想好不好 我们肯定能恢复的 相信我 你居然联合他 起来见我 我知道 你们两个 恨不得我休失才好的 爸妈的我死的 小玥 你说什么呢 中玥 我知道 你就是想让我 神不如死 活着受罪才开心 是吧 你说什么你啊 小玥 你滚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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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中玥 中玥 小玥 别胡子乱想啊 小心 妈 你说小玥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想起来什么呢 不会吧 我们已经给病人 用了点镇静药 现在已经好多了 你们进去吧 谢谢啊 谢谢 小玥 小玥 季正哥是不是不要我了 是不是因为我残废了 所以他就不要我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让他来看我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好的 好的 邹羽 齐生 怎么了 你帮帮我吧 出什么事了 你去看看小月吧 不是让我回避她吗 她一直以为她在跟你谈恋爱 这段时间没见你 她就觉得你是不是不要她了 你嫌弃她了 她死都不肯去做康复 让我去演戏 现在她只听你一个人的 亲爱的 撒一个谎 就得用一百个谎 来圆着一个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齐生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我们俩一起面对 你跟我一起让小月好起来 好不好 齐生 不好了董事长 银行没收了咱们的盗款 把咱们的楼盘给封了 马上要提车回来 董事长 大少爷负责的融资计划 正在谈判的攻坚阶段 一时半会儿根本回不来呀 让二少爷回来吧 不用 我就当没她这个儿子 老月你听话 出去 多想见到你 小月 你都不让我齐生哥来看我 你 你 齐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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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我啦 对 我来看看你 你今天怎么样 我一直在等你 对 那个前两天我 我 我来看你来着 但是你睡着了 我就没叫醒你 我睡相机不是很难看 没有 还跟以前一样漂亮 我不信 你都不敢靠近我 走 走 走 齐生哥 我好想你啊 你会不会接受一个残废 如果我残废了 你会不会照顾我一辈子吗 你别胡说 怎么会呢 你一定要配合大夫 好好做复健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要不然我就该生气了 做复健有什么没用 我不会好的 谁说的 大夫都已经跟我说了 你会很快就好起来的 就算是为了我 你要努力好不好 我会乖乖的 我听话 我接个电话啊 喂 齐生哥你要再来看我 你那么恋恋不舍 看着我齐生哥的背影干什么啊 你还对他贼心不死啊 你没看见吗 他关心的人是我 他要我为了他赶紧好起来 姐 齐生哥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奢望 你要是敢抢走他 我就再死一次给你看 好 怎么了 来 进来说吧 我不在家这两个月 怎么出这么多事啊 咱们现在开发的项目 是从银行带的款 这你是知道的 本来想一期工程卖完了 这笔钱就能还给银行 可是没想到这笔钱落空了 银行把咱们的楼盘给封了 那为什么不把海南的别墅卖了 赶紧就是呢 老爷子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东南亚又地震又海啸的 这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 老爷子急得差点吐了钱 而且 你自己看吧 爸 您 怎么样了 老胡啊 是你把他叫回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我没有这个儿子吗 董事长 多一个人重处于总是好事 爸 您就别再生气了 家里出这么大事 我能不管吗 您要是实在不愿意看我 等汽车回来我再走 您要想帮忙 这滚到公司去 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走吧 那我先去公司了 通知一下财务部 让他们派一队人到银行去跟银行主管谈 让他们无论如何 给咱们拖延一段时间 等我们第二期房款拿到之后 再把这个钱给他垫上 跟财务部说 这件事情办成了 加双倍工资办不成 全部走人 明白 林启哲联一声没有 他一直关机 继续打 好 小张 小张通知一下 三十分钟以后 所有部门经理到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请假的人全部消假 在外地的视频 银行的一期贷款为什么没有还刷 按说我们的钱应该是够的 一期我们的销售预计至少是一个亿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拿到最好的销售盒 因为大少爷他已经把大批的 最好维持的房源给他走了 那些房子现在怎么样 这批房一直是大少爷负责 统一I7者房销售 现在只卖了七千万 而且这七千万并没有公司葬收 还是没有联系到大少爷 继续打一会儿 谢谢 都想要办法啊 看怎么能够快速地 把银行的贷款给填补上 我的意思是说 必须要从海滩的别处下手 想办法 必须把它全部尽快地出售掉 来 妈 爸 来了 小月呀 一早起来就在那儿看着 说了 要等零起证 小月 喂 小月 小月 喝药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中医可厉害了 好多人找他看病都治好了 这郑哥怎么还不来看我 他忙吧 不管那么多 先把药喝了 你怎么知道他忙 肯定是你不让他来的 你就想破坏我们 撒手 撒手 哎呀 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我梦见你跟起真哥在一起了 你还打我 姐 梦是反的对不对 你没有跟他在一起是吧 没有 你发誓 我发誓 我发誓 小月 我给你玩 小月 姐 你怎么能够偷露起顺歌的声音当铢声呢 你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下次不要了 伤了 好 我们会安排精神科的医生对他进行测试 他这种把异想当中现实的状态 也却是因为长期的昏睡而造成的 你们要耐心地引导他 不要去刺激他 好 我知道了 滚开 吃药了 滚 你住住 你生病了 吃药对身体好 你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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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病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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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 好消息啊 林总 银行答应给我们延期了 好样了 刚才好 坐 这样 按我们刚才商量的 最后的决定去办 通知一下海南分部 别墅区里拆掉一边的房子 扩大楼间距 扩大花园面积 单价提高 去办吧 去办吧 大叔 接电话给我一下 好的 谢谢 泽玥 齐哲 你过来看看小月好不好 她现在情绪特别激动 好 泽玥 你听我说 泽玥的问题不是每次都要我 不是 她今天一整天了 不吃药也不喝水也不吃饭 一直在病房里发脾气 只有你能安抚她的情绪 我现在过来 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公司有什么事吗 有点事 但是目前还能应付 我以为 你现在只会关心邹玥呢 你吃哪门子醋啊 你上去以后 劝她好好把药吃了 然后去做复健好不好 那我有什么奖励啊 谢谢 行 老大 我这就去 出去啊 出去 你确定是让我出去是吧 齐哲哥 你好久没有来看我了 因为我生气了 生气 我每天在公司忙得焦头烂额的 还在惦记着你的身体 刚才我听说 你完全不配合大夫 不好好吃药不好好做复健 所以我生气了 为了惩罚你 我决定 以后都不来看你了 我没想那么多 我 我只是想你陪着我 你只是想让我陪着你 那你没想过我的公司会破产啊 破产 我做了还不行吗 原谅我好不好 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得把药吃了 好 我可以吃药 不过待会儿你要陪我 到花园里边走走 晒晒太阳 我痕迹没有出去了 好不好 行 你喂我 说好了啊 晒完太阳 回去就好好地做复健 好浪漫啊 我一直幻想着有这么一天 你可以推着我 最好能够拖上一辈子 你待会儿给我讲个故事吧 好 晓琳总 你今天会一直陪着我吗 不行我一会儿要出差 可能得好几天才能回来 但是你别忘了啊 我医院可有眼线 如果你不好好配合医生 不好好做复健 我以后真的就再也不来了 好好好 我什么都听你的 不过你在外边我照顾不到你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啊 睡着了 她也挺可怜的 谢谢你啊 真客气 那么一会儿就去海南了 你还记得咱俩在海南 埋的那个漂流瓶吗 记得啊 你干吗 你要一个人把它挖出来 你放心吧 没有我你肯定找不着 不可能 我要是挖出来怎么办 我要挖出来的话 你就找一个大姐 然后站在那儿高声地呼喊 林启正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 本来就是这样的 才不管 等我回来 咱俩去把证听了吧 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你 你要是把周月知道 咱俩可以偷偷地去 没有 没有 我得走了 要不然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 好了 走了 齐壮 好了 用力 用力 好 放下 这个 用力 好 放下 把右脚抬起来给我看看 用力 好 放下 那你们自己再做几遍看看 好 谢谢你 阿大夫 累不累 有一点累 姐姐我厉害吧 我今天抬起来十下了 真厉害 你要不要再接再给你再做十次 我要是再做十次 你有什么奖励给我啊 你要是能再做十次的话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姐 我觉得你这个戒指好漂亮哦 你可不可以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我 这个 难不成是你的定情信吗 不是 我自己花钱买的啊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再给你买个新款 更好看 医生 我不想做了 帮我取下来吧 只要你能兼制作复健 找日恢复健康 你要什么都行 再时的啊 说话要算话啊 姐姐醉醉好了 谢谢姐姐 在哪儿媳妇 コシ公司 董事长 这就是那家公司的资料 大厦 洋少爷都来了 在里面等你呢 好 那我去吧 好 爸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看看吧 这就是那个 一支恶意收购咱们股票的公司资料 从表面上看 跟咱们没什么大瓜葛 但水深水浅不得而知啊 这也都不到百分之二呢 也谈不上流失 爸 你也别太紧张了 我倒觉得这是恶意收购的信号 咱们必须把股权买回来 你疯了 收购奥尔吉市场的股票 得占用多少流动资金啊 你懂不懂啊 股权是最重要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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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许政 你什么时候过来看看晓月呀 我一会儿就过去吧 太好了 晓月看见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你等我 爸 我出去等 什么事啊 给公司的事都重要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爸 这是咱二公主 这是咱二公主 为了迎接我够隆重的 一会儿给晓月啊 你听话吗 想你了 我的胃也想你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给你做好吃的了 要干完活呢 给你吃 你找到飘了笔了吗 没有啊 你是不是偷偷挪地儿了 我都用了两台推土机了 愣是没找到 我就说吧 没有我你肯定找不着 好 你快上去吧 晓月在上面等你呢 医生说她现在是关键期 一不小心就会从头再来 你一定要好好地鼓励她 让她更努力好不好 好 周围 你说咱这样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先让她站起来再说吧 快去吧 听话呀 好吃的在等你 走八屁 周围 启春哥 你来了 等你好久了 好 玫瑰花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玫瑰花 我都知道 我还知道你最近很努力 大夫说你恢复得不错 我也觉得过不了多久 你可能用不上这个了 那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乖 父健超辛苦的特别疼 而且那个父健是很凶 还有林启仓我都哭了 他还笑话我 就姐姐对我最好了 你看 这是姐姐送给我的奖励 好看的啊 来 你给我戴上吧 启春 启春 你也疼我呢 你是不是把我们的结婚记者给邹月了 你还要把我送给他吗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别生气 他就是个病人 所以要照顾他所有的感受 无条件满足他不可理喻的过分要求 对吗 咱们先顺着他等他好了 咱慢慢跟他解释 如果他好不了呢 他不会好不了的 我是说如果 如果他好不了怎么办 他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我们要永远这么堵堵苍苍的 赔上我们一辈子的幸福吗 你别生气了吧 小月他没记性的 等他晚上睡着了 我再把戒指拿回来 我锁在抄地里 我谁都不给了好不好 你不要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心里听着也不舒服 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戒指生气对吗 宗宇我从一开始 就不同意你的这种做法 我眼泪了 我不想再演下去了 而且我不认为你这是在帮他 齐政 齐政 我跟我的男友很相爱 直到有一天我带着他见了姐姐 我怀着那么喜悦的心情 把我的幸福分享给姐姐 没想到 这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他们背着我走在了一起 那天我整个世界都坍塌了 我最爱的人和我最爱的亲人 一起背叛了我 她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请我原谅她 听她说这姐姐当初是怎么勾引她的 那一件一件往事 我痛彻心扉 我痛彻心扉 姐姐求我放手 要我成全他们 所以 今晚我就要结束我的生命 我无法放手 所以我用我这条命来成全他们 小月也绝皮 小月 你别过来 过来我就跳下去 小月 小月 我求求你 不要再来一次 什么叫不要再来一次啊姐姐 没关系 我早就已经想起来了 就因为你跟林奇舅的背叛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可惜阎王爷不收我 你说我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我再试一次好不好 不要小月 你不要吓我 我死了你不是应该更开心吗 再没有人阻拦你们在一起了 我被你们骗了一次又一次 我的心都碎了 你们呢 你们怎么能够把我害成这样 还能够铁部支持在一起 居然还想要结婚 没想到我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 姐姐 我一直在给你们机会 我期待你良心发现 跟林奇舅段来联系 可是你实在是让我踏实了 我跟她断 小月 我跟她断 你以为到现在我还会那么轻易相信你们的话 那你要我说什么 你要我说什么 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肯相信啊 我还有一点大肯实 你要是还跟林奇舅在一起 就让你妹妹 是 我 她 永不超胜 神经 神经 我 可惜 再见 如果我还跟林奇舅在一起的话 就让我事故不全有不超胜 别让你做律师那点计量对付我 小偷话概念啊 我说的是我 是你妹妹我 事故不全都在超胜 你不要逼我 你记得我这样的话 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来 就别了 如果我还跟林奇舅在一起 就让我妹妹 事故不全有不超胜 姐姐 你 我 我